大家好 歡迎來到弱電不斷電 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選擇無線分享器 以及如何設定無線分享器的部分 首先選擇無線分享器 第一就是要選擇 你要找目前比較常用常見到的Wi-Fi5 或者是現在目前比較新的Wi-Fi6 當然Wi-Fi6的傳輸速度比較快 甚至它能夠讓你連接的設備更多 以及它能夠讓你的無線設備更省電 甚至它的涵蓋範圍能夠更廣 所以其實你目前都還是建議選擇Wi-Fi6 但是必須要你的手機或者你的電腦能夠支援 像目前的iPhone手機來說 iPhone 11以上才能夠支援Wi-Fi6 第二就是你要選擇的是雙頻或者是三頻頻率的部分 那頻率當然它就有分2.4G或者是5G的部分 2.4G的話它範圍比較廣 而且它的傳透能力比較強 那當然5G是它的傳輸速度比較快 而且它比較不容易受到干擾 所以目前其實建議可以選擇雙頻 應該是最好的選擇 那再來第三個的話就是 網路的無線訊號的一個總頻寬的部分 那當然螢幕前我們常常看到有一個AX1500或者是AX1800 AX3000 那以一般住家其實我們選擇AX1500其實應該就已經足夠 那如果說我的傳輸速度或者是說 需要更快或者是說我的設備用的比較多 我就可以選擇AX3000的部分 那接下來就讓我們實際進入無線分享器的安裝的部分 我們現在要實際進入無線分享器的安裝的部分 首先我們看到無線分享器是右邊這一台 這一台上面我們可以看到它有5個網路孔 5個網路孔裡面有一個網路孔是不同顏色 它叫做WAN孔 就是待會我們要接中華數據級的 然後看到右邊有4個黃色的孔 這叫LAN孔 上面會寫LAN 我們是可以直接用網路線接在我們電腦上 或者我們其他網路設備 讓它上網用的 那我們現在這邊就實際來接線的部分 我們用一條網路線接在我們的WAN孔 那我們同樣這條網路線呢 直接接在中華數據機這邊的 這4個孔任何一個孔其實都OK 接上去 接上去之後呢 我們再把我們的無線分享器送電 那我們這樣子安裝就完成了 我們使用手機的部分去設定一台 新設定好的一個無線分享器的部分 那首先要看無線分享器下面會有一個標籤紙 上面會寫它預設的Wi-Fi的SSID的地方 那我們把它的SSID記下來之後呢 打開我們手機 打開我們設定裡面的Wi-Fi 我們就會找到剛剛說的那個SSID的地方 像我現在目前這個的話 它是ASUS底線D8這個 不用輸入密碼 我們就可以直接連線進去 連進去之後呢 我們按點進去 滑到最下面 它會有一個路由器的IP位置 像這台192.168.50.1 我們記好之後呢 打開我們的瀏覽器 瀏覽器之後網址就輸入剛剛那個 路由器的IP位置 好了之後就會出現這個設定的頁面 出現這設定的頁面之後 我們按創建新的網路 然後這個 網路的帳號密碼 如果你是中華 你可以輸入中華的帳號密碼 如果不是的話 你可以按否 按否之後這邊 它會請你去輸入你的 Wi-Fi的帳號密碼 密碼的部分 Wi-Fi的帳號密碼的部分的話這邊 例如說我們輸入一下 TW 例如說我們帳號叫 TEST 123 那我們密碼部分 我們用自行選擇 那我們就輸入例如說TW 123456 好了之後我們按套用 套用之後這邊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這邊會請我們輸入 去設定我們 路由器的一個 帳號密碼的部分 那我們就隨便設定一下 好那我們設定好之後再按下一步 其實我們這樣大部分設定就已經完成了 好那我們現在 等到它下一個頁面這邊 它會請我輸入 就是更新任體 我們就取消 不用更新 然後現在是 你的 Wi-Fi的設定部分 那我們可以把它拍照起來 好那我們現在就 再到我們的設定裡面 我們Wi-Fi的地方啊 我們去更改我們的Wi-Fi 改成我們剛剛設定的 TEST123這個部分 好了之後連上線之後 我們再去測試 我們網路有沒有通 好我們現在再打開我們瀏覽器 好那我們打開Google 能夠連上線了 這樣我們設定就完成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選擇 無線分享器 以及如何安裝 設定 無線分享器 好那在這邊幫各位做個重點整理 好第一 好如何選擇 Wi-Fi5跟Wi-Fi6 首先要先確認自己的手機 及電腦 是否資源 或者是日後我們的手機 是不是 升級之後可以使用到Wi-Fi6 那我們就可以考慮 選擇Wi-Fi6 好那第二 就是 2.5G以及5G 好那該如何去選擇 好那一般會比較建議 可以買雙屏的機型 雙屏的機型 因為其實他跟單屏的機型 費用落差並不大 第三 就是我們的Wi-Fi的總頻寬 一般住家 建議使用 一般我們在市面上常看到的 AX1500 的等級就足夠了 好那如果區網內 會用大量傳輸資料的話 好那我們就建議 直上AX3000的等級 OK 那再來的話是 分享器的設定部分 我們有五個步驟 第一 連接數據機 第二 我們 手機 搜尋Wi-Fi 第三 設定Wi-Fi的帳號密碼 第四 設定分享器的帳號密碼 第五 開啟瀏覽器 測試連線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無線分享器的基本設定 那我們下一集會跟大家分享 無線分享器它的進階設定的部分 例如說我們可能家裡 有安裝監控系統 或者我們有裝那種就是 NAS 硬碟的那種 網路儲存器 好那 我們該如何去設定我們的網路呢 請大家敬請期待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對我們的頻道的影片內容有興趣 歡迎在我們影片下方幫我們按個讚 同時也請您訂閱分享我們的頻道 也別忘記要幫我們開啟小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沒atching 有個啟小 我們下支影片 有個小的PP 可以在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